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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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辦單位要求我一定要說國語 這是我最大的挑戰 因為我在南部接觸的都是台語 講國語是真的 你們聽起來一定會很辛苦 這幾天從加拿大 然後我也去 9月的時候去加拿大展示 再過來這邊 我今天帶了兩艘船 一艘是中國的船 一艘是歐洲的船 照船 要學差不多五、六年才能當師傅 因為我是木匠的師家 所以我對這方面比較有接近 所以我大概歇了三年就整艘船都會做 我十八歲就當著老闆 自己承包那個遺傳 這個船最主要和我們的建子一樣 建子是用一磚一瓦去氣起來 成一個建築物 船也是一樣 船是從骨架到從龍骨裝骨架 這個骨架是一根一根 再上外板 外板就是一片一片 這個櫻木條就是外板 在顯材的方面 我是用那個台灣的擠木 人家說台灣的紅雞油 台灣的擠木 它比那個紅塊 紅塊我們說台灣最貴 它貴上差不多四倍 因為擠木它本身伸縮性小 我們這個小船 造大船的人不一定會造小船 因為小船都是在你的宿內 眼睛的範圍裡面 它要做到很精密 像這個細縫 你用那個頭髮的也撐不會過去 現在看的這一艘 這一艘是瑞典的瓦薩戰艦 我是去北歐去看他的船 以後在他買他的設計圖 回來建造的 這個建造的過程最主要是 我們古代的船最主要是整體的設計 整體的設計 設計起來它也有整體 造船的技術最主要是線條 它每根的線條都要有很好的順暢 最主要它這個符要用水去蒸 用木頭去蒸到它軟了 再給它用工具去給它固定起來 讓它成型 再給它用密 所以做起來比較困難 我有帶來許多的作品 像這一艘 這一艘是羅馬戰艦 這艘是我在亞馬遜的書裡面 看到最漂亮的船 所以我第一次我要做的作品 我先來試試我的技術 這艘就是龍舟畫法 是描寫隨陽帝下江南 這是我自己設計 因為隨陽帝是皇帝 皇帝要做龍舟 再做宮廷的建子 這艘是維京戰艦 這艘維京戰艦在歐洲是紅迷了歐洲 歐洲一聽到維京戰艦就害怕 因為它是襲擊了整個歐洲 再來 這艘是在那邊 這艘是我們中國最出名的正和寶船 全世界最大的環船就是正和寶船 它有一百二十五米 五十二米的寬 剛好六百年 國內外的寫者 都為那艘正和寶船 說怎麼這麼大的船 用木造可以嗎 但是答案就是可以 因為木造的船 古代的船是用整根的木頭 用斧頭去劈 劈的三分之一再弄上去鎖起來 它的硬度才會支撐到海洋的波浪 這些都是我在年輕的時候 幫人家做的大部分的船 遺船 也有運輸船 運輸船都有 這是福州以前五十年代的近海的遺船 我們中國的船就是比較短 比較寬 因為環船是在海裡 它的深度要過 這艘是澎湖的廟宇的網船 因為他們要比較先進 他來給我做的時候 叫我設計的 我就畫圖設計給他們看 他說好這樣就這樣做 這個是我們東港的淫王爺 三年一科的網船 以前在東龍宮 那淫王爺的時候 他是用那個祖符的 用祖符的 到我去做 扁來師要叫我做組長 那個時候我是差不多一二十歲 我說不敢 我就做副組長就好 那個設計都是我們 這個是琉球水星宮的那個網船 現在我們看的這個是龍舟 台灣的旁邊這一隻是台灣的傳統龍舟 這幾年內大部分的龍舟都是我造出來的 有十幾個地方 這個是我從用造船的技術融合樹廟的建築 這是東港鎮海宮 這個是台南大縣市 台南大縣市它要花了十幾億的錢 要蓋一個木造的供電 但是他看圖看不懂 我就建議他 你要做一個模型 我將這個十五分之一的模型 造圖給他設計 給他看 所以我做好的時候他說 我們哪有這麼多錢造的這麼漂亮的木造的奪拱箭子 但是後來他們也是造的 差不多在這三四年他就會完工了 這個是鎮海宮的那個旗桿 一般的旗桿呢 我就是用豬雀青龍白虎鮮虎 樹像去改造它的造型 我在設計鎮海宮 這個是金爐 一般的金爐是用那個格樓式的 我就用藍方的石絲 那個門就是燒金爐的地方 這個是祠堂 我們有過故宮的 北京故宮它前面有住攀龍 在那個石堰裡面 我就改變它的造型 潘龍用一個儀詞 來吸引這個香客來看這個香爐 這個是鎮海宮裡面的造景 前面的造景 我們是宜川 宜川用宜和王代表有希望 希望 我們正常說的希望 鎮海宮的石堂 這個是後面的造景 用水湖鑽的原物去疊起來 旁邊呢 用那個中國節 還有後把塞秋 來加四百度 它都有利益梅去建造出來 這個是鎮海宮的神坎 一般的神坎都是組的 我就是用波浪式的造型 去給它整體用造船的技術 融合樹廟的建築 突破傳統的造法去建造出來 都是一些作品 這個是清水式的樓梯 這也是木造的弦樓梯 去造出來 這代表這木工的造法 要做到精細還有順暢這樣 但是做了 我做了這個鎮海宮以後 我就去 因為做了 要做一些活動 辦了一些活動 我就想說怎樣 下次要做活動 要用什麼東西給人家看 我自己想了以後 我說我自己在造船 那麼我就造船 明年要辦活動 我就造船來給大家看 所以從那個時候起 我就造了 一有空就造船上來 我的作品現在都在東港 如果我有一個願望說 這個船是在全世界都在流失 因為社會沒有那個需求 再好的東西就會失船 所以我的希望是 東港有一個大鵬灣 它有五百公頃的泄斧 我們如果有希望 有投資者 將這個世界的兵船 一艘一艘地做 來大鵬灣裡面 形成了一個 天然的環船博物館 這是我的願望 謝謝各位